我們在這邊要求的是家庭團體是基本的人權 我們認為其實流亡藏人大部分國際上的國家都是承認的 我們覺得我們會有被欺騙的感覺 因為在我們先生要從印度來台灣的時候 我們在辦所有政見的時候 外交部並沒有跟我們說我們的配偶是有問題 然後也讓我們辦所有的疫情簽證 但是他最後給我們的卻是一個停留簽證 然後來台灣也不能讓他疫情 也不讓他有居留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說有一點被騙的感覺 我們的人權在哪裡 那個只是一點點小事情 只修一個條文 只要行政院一答應 我們這十幾個家庭不是都解決了嗎 是你政府的政策 你獲得我們一再一再的分離 既然你可以比我們分離 你也可以讓我們團聚啊 這種停留的簽證到台灣 同樣的就會跟這些藏人的朋友一樣 一樣是要停留在出境的命運 那我們覺得這種國家主權合理嗎 國家主權不應該是要保障人民的權利的嗎 為什麼今天的國家主權變成是傷害人民的一種方式 他既然是你驗證合格的外配 那你為什麼不能夠給他一個居留 為什麼不能給他一個他該有的 第一次出去的時候 兩個多月 然後我回來的時候 小孩對我已經有一點陌生 然後就是我只要出去 然後我太太她自己帶小孩又要工作 這樣太幸福 而且對經濟啊各方面壓力非常大 我覺得就是這個法律是特別的奇怪 因為家庭團聚是人權 我覺得他在這裡 連這樣的一個基本的人權都沒有 小孩要爸爸 家庭團聚是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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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